我跟女人之间的关系 是绝对不会有纯友谊的存在 对女人 我不是喜欢 就是讨厌 甚至 对我来说你是一个冲击 我不是一个女人 非常跟愤怒 会在人的心里 非常不可谋命中 即使伤口痊愈了 我还没办法 把那心痛的回家引起 其实我 我那个青年啊 以及那个人 陈寗 小姐你干嘛 我又不是要打你 没事自己上前干嘛 我上前你 陈寗你太没有水准了吧 你信号女生也就算了 既然连男人你也不碰过 我 我连男人也不碰过 就是一年节童岛啊 童岛 你说那个新生犯童岛 你还装啊 童岛今天才告诉我妹妹 她不能和我妹妹交融 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爱上我 她为什么要爱上我 我 难不成是因为我这迷人的屯线 下流 你早不懂我早早 为什么我爱上你 就下流的人 所以小姐你 我想你误会我了 第一 其实我并不下流 第二 好啦 如果我下流 那你就一点点下流而已 可是我根本对男人 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不过今天看在你打错人的面子上面 这件事就算了 我不跟你计较了 不过相信你不要再乱打的人 因为这样子很痛耶 糟了 你看什么看啊 那么恶心的家伙 好 干嘛 什么灵草 好 等一下 你是叫同岛吧 很抱歉 我并没有恶意 我知道你是学长的女朋友 我也没有要破坏你的意思 我只是很单纯的 喜欢学长 学长会那样说 我也早就料到 但是没办法 谁叫我真的喜欢她 是 发生什么事吗 你不知道吗 我还以为餐厅那件事 你已经知道了 餐厅 其实也不能怪她啦 因为一个不喜欢的人 而遭受到愚论的压力 当然每个人都会不愉快 你真的很喜欢你吗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喜欢她哪一点 全部 她是我的理想 不论是她的外表或是生活方式 我都很喜欢 但是我也能像她那样 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无趣的人 是上帝装错了灵魂吧 我早就已经习惯了被大家看不起 从小 我就是注定那种被欺负的小孩 学长 学长是我的梦想 也是我一辈子都达不到的 像我这样的人爱上的 只是自讨故事而已 你不要这样说嘛 不用安慰我 我一点都不恨学长 真的 只要能看见学长 我就很忙足了 单单是这样 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好 齐罗啊 齐罗去社办了 他接了美术社社长 却没有排下我的课 他有一些心境剩影 有的没的 最近好像比较忙 那个 我没有跟你说什么事情啊 比方说是什么杂七杂八之类的谣言 你是说同岛的事啊 什么杂七杂八的谣言 我是不知道啦 可是如果是他喜欢你的事 我们可全都听说了 而且是亲耳听到 你干嘛那么沮丧啊 许罗又不是为了一点小事就害怕 哎哟 在你身边发生可怕的事 又不是第一次 诶 听说你们还没有 上场 我都不知道耶 因为我自己都没办法相信自己了 他是不是讨厌我啊 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 哼 就是因为喜欢你所以更要逃避啊 上场这种事 又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 什么背景愿意下来 星星啊花瓣什么洒一地的 你们男生怎么想我是不知道啦 可是对我们女生来说 可是很大很大的冲击哦 你也这样 废话 谁不这样 以前的事我真的很抱歉 诶 不要在外面前提起过去的事 只要是你的事我找忘了 好 那我就祝福你跟达野 也能够顺顺利利的开发结果了 达野那家伙 该不会都跟你说了吧 好 好 好 齐若 你干嘛每次都不走正门啊 好 怎么又是你啊 他为什么在这边啊 童谣是我们美术社的新社员 新社员 美术社的新社员 你干嘛随便让他加入啊 为什么不能让他加入啊 他说他对你说很有兴趣啊 这样你就可以随便答应他 你不要对他那么有偏见嘛 你知道他很仰慕你 他还说希望自己能像你一样 我想我能体会他的感觉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他希望自己像你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那个 那个 我刚才在餐厅我好像有点过分了 不好意思啊 你喜欢画画 嗯 嗯 我常常画一些水彩画 不过油画我就没画过了 比起这一些一般的画 我比较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 所以摩罗 艾根希雷 我都蛮欣赏的 艾根希雷 你也知道艾根希雷啊 不知道 不过看过齐文的画以后 我开始对写诗风格比较有兴趣 他能把学长画成这样 我想除了他 还没有其他人 我说 你难道真的只喜欢男生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没有想过要试着跟女孩子交往看看 一点兴趣都没有 也不是啊 嗯 哇 你是双刀喔 你这小子真有一套耶 我跟你说 你跟我讲 你喜欢怎么样女孩子的类型 嗯 还是不要说好了 哇不能说的啊 你跟我讲嘛 搞不好我有认识的可以介绍给你哦 我认识很多女孩子哎 我 喜欢像齐罗那样的女孩 臭小子 林 是不是欠打你 我好心爱叫你叫钱 林 你不要这样子嘛 真的是欠揍你 哎 林 好了啦 死小孩 长了一副可爱像就一点都不可爱 也许她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觉得我对她特别照顾吧 那你干嘛要对她特别照顾 那是因为她在哭啊 还不是你跟她说那些话让她很伤心 伤心 放八万个心吧 她才不会伤心呢 她是装出来的好不好 什么意思啊 她如果真的伤心的话 恐怕一个礼拜都不敢自己人看着我 是你没有发现 她大大疯疯的看着我 穿越疯的说话 相信我 她跟一般人绝对不一样 在小学的时候 我认识一个后来脾气变得非常坏的人 那个时候我就像她的赌人一样 只要我稍微一顶嘴 她就马上发火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她呢 我是想啊 所以被她打个白脸 幸好林学长救了我 更来说 林学长就像救世主 欸 几楼啊 刚放学了 嗨 阿兵 林 林呢 我最近社团比较忙 没有跟她一起回家 这样啊 那上来吧 我送你回家 那我先走了 小心头 谢谢 被我抓到啊 跟别的男人一起走回家 她是我们美术社的新社团 太少了 真的啊 她叫范同导 林也认识她 不然下次自己问你 就范同导 你认识她吗 老子绝对认识 搞定 运气真好 其实呢 运气也是实力之一样 好 三千 谢啰 人家学长说待遇不错的工作 就是涂装球 死坑屁虫啊 你怎么英文不善啊 学长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想跟你给你看 耐斗吗 要是你赢了 这些钱都是你的 要是我赢了 我要再用你一个小区 想买我 你输了个不要哭 请你 球开得还不错吗 谢谢啊 我开球一下都很准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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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开球准是没有用的 有时候 还是需要精力的计算 还有高度的技巧 然后 点开机会的来临 谢谢啊 谢谢啊 剩两颗球了 学长 应该不会想直接进几号球吧 你不觉得有点勉强吗 我不觉得有点勉强吗 应该相信自己的运气 不是吗 看来幸运之神离你而去哦 好 如果你要我这个轻一点 我也会努力的 真的别忘了 好 那你再来 我会开启 开启 你这个地方约会为你很酸吧 喂 你到底要幹嘛 我並沒有真的打算要你做什麼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來這裡看一看 你連印象都沒有了嗎 這個地方有我們共同的回憶 我們以前就是在這裡相遇的 那時候我差點死在這個地方 當我被我的同伴毒打 就突然出現救了我 你起起來了嗎 所以你跟頭腦之前就認識了 其實也談不上什麼認不認識 是有一次我碰巧遇到他了 我記得那時候 他好像正在被人家海邊 我那天心情也不好 我想說反正拉謝一下也可以啊 所以我就順便救了他 我把那小孩打得半死 就你知道嗎 同島那傢伙 他竟然你一聲道謝的話都沒告訴我 反應負怨恨的眼神看著我 我一直現在才知道 因為他叫我就是同島 如果當時 沒有同島那有牛神的話 我可能已經把他叫我打死了 很可怕對不對 有時候我自己的方向 不太對勁 你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其實你很可愛 我切給你吃 這麼大 你不是說要切給我吃嗎 你出門的時候沒有把門鎖起來 有啊 而且我記得我還關了燈啊 回來了 好酷的椅子啊 天氣管 好酷的椅子 謝謝你的啤酒 你一定就是韓啟柯小姐對不對 你怎麼會知道 我已經進來半個小時了 如果不知道你是誰 你不是太丟臉了 你們檢查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做事情 應該說不這樣就不會做事情 陪我喝一點 我家裡沒酒了 我家裡沒酒了 出去啊 嗯 走 嗯 等我一下啊 我出去辦的事情一定要就壞了 趕緊見了 那天氣管 你好 就不見了 嗯 換藥酒嗎 嗯 一樣 順道給我一點 啤酒 好 看的話就眠了 你找到什麼事 講話還是那麼直接 好吧 我只想問你 後面打還記得嗎 就是五年前 我沒有傷害你的受害者 幹嘛 你有沒有來往呢 好 不過我也是最近才發現 因為他就是那個 當初臉總像番茄一樣那小鬼 我想是巧合吧 不過我有點擔心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念同一種大學 不叫我去做什麼事 讓你們警察來盯著他 要去做爬手還是做什麼 殺人 范童草在兩年前殺人 法律名詞叫過失致死 其實就是用正當防衛 死者要正親目 二十一歲 這是五年前被你打到住院的那個家 課藥 恐嚇 傷害 反正是不是壞到不行 跟老跟那傢伙 有什麼關係 從小一起的玩飯 從小覺得該死 沒有 不過所有的供詞都證明 范童草長期受到正親目的暴力迫害 而且正親目越來越嚴重 遇到最後 范童草承受不了一些恐懼跟壓力 所以就失手殺人 所以法律判定他不需要付任何責任 所以他在那裡把他打到住院的三年之後 正親目被判總島亂告吃死 結果法律判定 判總島因為被長期過度施暴 導致心事喪失 所以才失手殺人 所以法律判定他不需要付任何責任 所以法律判定他不需要付任何責任 但是 這根本有什麼關係啊 我覺得 很類似啦 正親目跟潘童草之間的關係 就像你跟你弟弟長線一樣 什麼意思啊 正親目不是天生就壞 他雖然有暴力的一面 可是他其實很愛護範童草 就像你跟你弟弟 正親目經常提升而出 坦汙經常被欺負的範童草 直到有一天 他失手把一個經常欺負範童草的小孩推下樓之後 就改變了 要這樣死啦 嗯 手段緊追了 雖然說是小孩子的糾紛 過重的出了人命 正親目的人生從此產生了180度的轉變 不過最後 沒想到還是死在一直受到保護的通道手抓 說起來其實很可憐 然後呢 你剛剛是認為我會成為第二個正親目嗎 你知道嗎 正親目死了之後 范能島就被送去療養院治療 就是你住的那一家 等他出院之後 他就去念了你念的那一首大詩 有些東西也讓我覺得太巧合了 我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范能島確實是個很可憐的家瘋 可是因為他死了兩個人也是事實 沒有什麼侍應 好幾乎 有些人都沒有說不出來 沒有什麼都沒有說不出來 也沒說不出來 我沒有說不出來 我沒有說不出來 好多名 我沒有說不出來 你回来啦 我在主席要泡咖啡 要不要喝 好 小心烫 谢谢 那个心情找你有什么事吗 那什么 他正问我说有罪业归的好不好 我以前不懂事的时候给他添不少麻烦 真的只是这样子吗 如果你不觉得烦 可不可以把整件事情完完整整的告诉我 虽然我看起来很软弱 可是其实也不是那么不堪一击啦 而且我觉得跟你交往以后啊 我变得越来越坚强了 希望这些只是因为我自己太多心了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跟通道 不要有太顺利的关系比较好 我还是想想不想看 我还是想想想看 是看你的 我去处пов 但是我会看到在前面 你也没有什么都知道 我看见你 别人是不顺利的是 因此太多我是 我卓员的 你不愿意 我会让你来 希望这一切只是因为我自己太独心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跟同道 别人太顺利的关系比较好 学姐 这么巧 疼不疼 谢谢你今天陪我去跳画剧 让我对于话语窍不通 还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 我脸像有东西吗 不是 你今天跟学长颖约啊 我们约好他打完工见面 时间差不多了我待会就去 所以你们要去约会了 真好 也不算约会啦 因为林德要打工的关系 我们只是趁他有空档碰个面而已 我觉得你和学长之间 好像有一股很深的情感 联系着你们 像我 连个情妇有对象都没有 所以我很羡慕你 对了 你赶快去吧 学长应该还在等你 那我先走了 我来付就可以了 谢谢你今天陪我逛街 再这么说 毕竟我是个男人 那我跟学长问好 嗯 谢谢 我为你逛街 不是只安拿下دم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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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让你发现 我给你更加热心 完成这种 我跟时 艺客 我跟时 再来 你 我 要是 诶 那个早饮的又来了 你到底是想怎样 我不知道你是看上我哪一点 不过年前那次 我根本没有打算要救你 我知道你那时候心情不好 才会出手打人 不过我不在乎 因为可以和学长相遇 对我来说 就是一件很经验 我还是一句老话 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没关系 我对你有兴趣就好 那我最后没去吧 我讨厌你 是吗 看来我们的关系 更往前跨进一步 至少讨厌一个人 代表你曾经意识过他的存在 我讨厌他 我讨厌他在台词里面 我讨厌他 怎么办 你明明以為我已經夠不正常了 不過 你比我還不正常 對不起 我簽不完了 學長早 喂 你可以去看醫生了 我去看過了 醫生說兩個禮拜就會去很好 不是這個 是這個 齊龍 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發生什麼事啊 不要再跟同島有任何瓜葛 為什麼 我說不要再跟同島有任何瓜葛 你聽到沒有 其樂 阿斌來找你 他現在在樓下 找我 杀過人? 我終於想起了 而且想要趕快跟我說 那個車的通道那傢伙 曾經殺過人 殺過人? 我也是從胖子那裡聽來的 大概兩年前吧 有個傢伙叫曾親母 你是個壞到不行的文旦 也曾經用幹活家 後來呢 有個傢伙叫曾親母 聽錯他被亂刀砍死 而且死得很慘 殺了他的人 好像就這樣 犯童底 導演 你還在不在救世? 他下午沒有選客 這麼就走了 大概是去打工嗎? 打工? 你是問他在哪裡打工? 好像是在什麼? 什麼? C什麼? C什麼? 是14樓探索器 不介意的話 要不要我帶你去 發生什麼事嗎? 沒有 沒事 那我麻煩你了 他不出聲 沒說話的時候 完全察覺不到他的存在 那種感覺就好像 有人一直在暗中間是自己一樣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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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所有輕鬆又好賺的工作 就是這個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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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問我們什麼事情都瞞著我不跟我說 上次警察來找你的事也是這樣 警察 你剛才記得天經關嗎? 我們都替他惹了不少麻煩 你還你們都已經知道 我殺了清你的事 你去驗證 你去屏 你去屏 我來 你去驗證